最近这一段时间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Omicron疫情大爆发 很多身边的人也都确诊了 包括像教会里的或者是朋友之类的 那么这样一个疫情的爆发 起码证明了一点 那就是在左派带领下之前做的一切 全部都是没有用的 他们闭关锁国 关闭企业 关闭教堂 但是到现在换来的是什么呢 换来的是有4%的教堂彻底的关门了 有大量的基督徒在疫情期间像咖啡粉一样流失 教会一转到线上就是完全的不参加 要不然就是一边在家里洗碗 一边吃饭一边哄孩子 Zoom的账号就在那里挂着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听 还有很多人连面干脆都不漏 就完全的回到世界去了 我们的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通货膨胀率上涨了6.2% 现在买什么都贵 你去趟超市不知道怎么着 100块钱就出去了 油价更是想不到的高 我当年刚来美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洛杉矶的油价是2块2 2块8都算是非常非常贵的时候了 但是现在都奔着5块去了 但是当时左派说的是 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我们就可以战胜病毒 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力的推广疫苗 到现在强制接种疫苗 没有疫苗护照就不让你在饭店里吃饭 没有疫苗护照就不让你进出娱乐场所 现在在洛杉矶的商家就突然在这几天 就乖乖的开始实行了疫苗护照的规则 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早餐店 没打针就不让你进去吃饭了 当初在疫苗初期推广的时候 他们说的是打了疫苗就不会得病了 我们就能够彻底的战胜病毒了 但是现在CDC承认 打疫苗不能防止病毒 不能防止你不得病 也不能防止你携带病毒 也不能防止你传染给别人 但是就在昨天的新冠疫情简报会上 拜登再次提到了疫苗 并且说现在Omicron的流行 就是因为没打疫苗的人造成的 然后他还给这个病毒起了个外号 叫没接种疫苗的流行病 在COVID-19 cases among vaccinated and workplaces across America including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but if you're vaccinated and boosted you are highly protected you know we've reduced the number of American adults without any shots from 90 million to about 35 million in the past six months but there's still 35 million people not vaccinated and let me be absolutely clear we have in hand all the vaccines we need to get every American fully vaccinated including the booster shot so there's no excuse no excuse for anyone being unvaccinated this continues to be a pandemic of the unvaccinated 显然这个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因为打不打疫苗 都有可能会得到这个病毒 他们一直试图从各种角度 来把人做阶级分类的工作 包括我们看到BLM黑命贵的运动 把人按照人种来分 让有色人种阶级对上白人阶级 还有LGBTQ 让变性同性形成一个阶级 让保守主义婚姻者 又形成另外一个阶级 各种左派挑起的社会运动 都是把人划分成不同的阶级 现在连疫苗也是 他们把人分成了打疫苗的 跟没打疫苗的 打了疫苗的呢 就是道德非常的比较高尚 没打疫苗的呢 就是应该活该要被攻击 那如果有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 打不打疫苗你自己去选 但是左派却利用这样一个应该拥有正常选择的事情 来作为人民彼此攻击的武器 这是非常可耻的 现在都已经跨入到2022年了 新年新气象 是不是什么都得来点新的呀 总是炒冷饭真的没什么意思 但是左派如果想要继续用现在的套路得胜的话 他们就一定得抓住他们一直用的方法 就是阶级分裂法 分裂就是要把人分成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 让人们互相攻击嘛 那在这个阶级分裂法中 他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就是歧视 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呢 听过太多可笑的理由跟借口 比如说什么 投票 如果要是查身份证 那就是歧视 那当然不管这件事情听起来有多么的好笑 只要你说的认真 说的严肃 那可不就是跟真事一样吗 左派能像现在这样的糟蹋美国 不管是地方选举还是联邦选举 那说穿了 投票不要ID这件事帮了多大的忙呢 但是如果投票这件事要是不搞清楚的话 以后还投什么票 现在南部边境进来那么多非法移民 不检查ID的话 难道他们全部都可以去投票吗 现在多个红州都在强力的推行选举法 那作为拜登来讲 一定要绝对的反对 怎么能让大家跟着他一起反对呢 那首先他就要给这个选举法贴上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就叫歧视 他说共和党人呢 一直推行这个 他们就是在攻击我们国家最根本的根基 那为啥又提起这个事了呢 因为拜登最近提名了一位联邦法官 这个人叫做Nancy Gabbana Abdu 最近被拜登提名为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 被提名的这个Nancy是一位左翼的激进活动分子 她一直都致力于推翻选举的不公平 她之前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 工作内容有95%都跟投票权有关 她说投票的时候要求带照片的身份证跟公民身份证 这两个根本就是压制选民的投票要求 她作为一个律师 最大的担忧就是要求选民带着带有照片的身份证去投票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思维吧 只有公民才有资格投票 你不检查ID 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公民呢 那就是等于所有人都可以去投票站投票吧 不管你是不是美国人 你都能去投吗 没有这样逻辑思维的人能够当法官吗 法官连一个正常的基本的逻辑思维都没有 那你要断什么案呢 拜登会提名他来做法官 其实也有另外的原因 因为这个就显示了美国的多元化 为了实现公平 那这位阿布杜上任的话 就将成为第一位在第十一巡回法院任职的 非议美国女法官 在左派对外发送的信息里面 就是啥都讲求公平 我们就放一个女的非议当法官 这公平吧 我们投票不查ID 谁都能投公平吧 就像拜登在刚才的讲话里面 还大言不惭的讲说什么 正义 no 正义的味道他永远都不知道 要时刻回味正义的味道吗 那就赶快来领取我们带有正义味道的杯子吧 朋友们千万不要羞涩 尽管大方的发email来联系我们 我们的email地址是 contactus.ainews.gmail.com 如果不会发email的话 发短信也可以 626-408-8872 只要你是购买了12门徒以及以上的会员 我们就免费给你寄一个杯子送给你 还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寄支票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 也请大方的联络我们 我们也会送你杯子 如果想要多来一些分享给朋友 也欢迎点击我们信息栏中的链接来购买 每个人都渴望被公平的对待 现在左派用公平来吸引选民 但是我们知道公平这件事不是说嘴上喊一喊公平 就真的公平了 公平是有标准的 没有标准的公平那怎么能叫公平呢 比如一个学校来说 公平的标准是啥 左派的公平就是按照族裔来划分 一个高等学府里面呢 怎么叫公平 你必须得有黑人 有白人 有亚洲人 然后有西语义 全部都按照人口比例来录取 白人要是在这个国家人多一点 那你就收的多一点 黑人在这个国家人也挺多 那你就多收一些黑人 这个就是左派的公平 那正常我们平时说的公平是啥呢 看成绩嘛 你成绩过了分数线 分高了 你就被学校录取 这个才叫公平 一切以成绩来说话 但是呢 弗吉尼亚州的Arlington县的学区 就为了提高公平跟学生的信心 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评分系统的提案 这个提案就是在说 说上学的学生啊 考试考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允许学生无限次的考试 考一次没过 你还可以再考 考两个月没过 你就可以考半年 反正就是无限次的 一直考 考到你满意为止 老师给留的家庭作业 不能给评分 因为如果你要是给评分了 有的孩子拿到的分 肯定有高有低呀 那拿到低分的孩子怎么办呢 你这样的话 你不就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吗 你这自信心给他一打击 之后很有可能就一蹶不振 那以后呢 咱呢也别用成绩来给孩子排名了 用成绩来区分人 这件事实在是太卑鄙了 对小孩太不公平了 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优秀的好孩子 根本就不存在分高分低的区别嘛 那不光在Virginia州 在加州有一部分地区 那对学生也是相当的优待 家长们以后再也看不到难看的成绩单了 像是洛杉矶学区 圣安纳学区 奥克兰联合学区 还有沙加缅度城市联合学区 都已经决定怎么样呢 淘汰F评分 限制使用地 也就是说以后呢 你再也看不见F了 没有这么差的成绩 人家给取消了 那D呢 基本上你也看不太到 也就是说以后学生的成绩单 拿到手里面都不会太难看 基本上来讲 最低的差不多就是C了 所以呢 那那些学区的领导人 统一的说法也是说 哎呀 如果孩子要是看到自己拿到太低的成绩 那就会打击到他们的自信心 在这样的教育系统底下 你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孩子 拿到不好的成绩 其实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动力 我们通过考试考的差了 我们就知道我们哪一部分要学习 要进步 要努力 那在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再争取考的好一点 生活在世界上 本来就是要学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失败 没有人是一直成功的 失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失败也会帮助我们成长 从失败中知道自己的不足 然后诚实的勇敢的去面对 才能够找到成功的方法 就比如说我以前 根本就不会涂指甲油 每次我都涂的乱七八糟 但是自从我遇到Niji Niels之后 我就下定决心 勇于面对我过去的失败 我要好好地练习 把指甲油涂的平整一点 Niji Niels是一家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专门生产市面上最安全的 Turn Free材质的指甲油 大人小孩都能涂 欢迎登陆网站 NijiLA.com 来选购你最喜欢的颜色吧 其实买指甲油这件事 也是非常挑战审美的 Niji Niels的指甲油种类太多了 什么颜色都有 花一点时间 你就可以搭配出你最喜欢的组合了 在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 告别过去难看的指甲 迎来的是精心打理过的 漂亮干净的指甲 就会让你整个人的气质提升一大块哟 AI News的观众朋友 购买有优惠 在结账的时候 输入折扣码 AI News 10 就能够获得九折的优惠哟 其实面对失败 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成长的过程 如果一个人 不管你学习成绩有多差 总是被别人夸很棒 不管你作业做得有多糟糕 总是有公平作为挡箭牌 让他避免被评分 那这样将培养出来 一群受害者心态的人 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告知 他们最棒啊 他们永远都不会出错的 他们是最优秀的 有问题 全部都是别人的问题 你永远都不会出错 这是对孩子说谎 这是对他们的成长 完全的不负责任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 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 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现况 我们的社会 不再需要更多的受害者心态 我们需要的是 真正能够诚实面对自己 从失败中学习 在跌倒的时候 一咕噜爬起来 勇敢向着标杆直跑的人 那最近 AOC又上了各大版面的头条 这个受害者心态极其严重的 代表纽约的国会议员 被人发现 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他跑到了佛州的迈阿密去度假 他被人发现在一个变装皇后的酒吧 参加一个人群秘籍的活动 而且一直好害怕好害怕的他 居然没有戴口罩 一个喊着社会主义好的人 怎么不待在他社会主义的地方啊 往充满自由味道的佛州跑啥呢 你不是怕病毒吗 那你为啥不戴口罩啊 所以你们这些人制定的规则 到底是给谁的 是给老百姓的 不是给国会议员的 所以在接受到了这样的质问之后 AOC就说 你们怎么老盯着我开枪啊 你们共和党人是不是都喜欢我呀 想要跟我约会吧 就算约不到我 你们也不用这么生气啊 其实我觉得呢 他很多时候其实并不需要那么过度的自信 可能没有人想要跟一个满口谎话 然后还被当众揭穿的女生约会吧 一直三观都最歪的节目 The View也快速的对这件事做出了反应 他们认为共和党攻击AOC的目的 不光是想要跟她约会 是因为AOC她既年轻又漂亮 by my count and someone else's count Fox News brought her up 3,000 times in six weeks in 2019 and that's just under 76 times a day and so they have focused on her and it does feel really like an obsession is it because she's young is it because she's beautiful is it because she's Latina is it because she's really great at messaging is it because she is sort of the voter that they want I don't really know but there's something kind of strange about it 那不光是她自己跑到了最危险 最讨厌的州来度假 AOC还在推特上面嘲笑佛州的州长 她发推特说 州长已经莫名其妙的失踪了两个礼拜了 如果她要是在的话 我倒是很愿意去跟她打一个招呼 一直勤劳工作的佛州州长 居然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那下面我们就让她自己来说说 她到底去干什么 Governor I actually talked to people on your staff You were in Tallahassee most of the time and when you weren't in Tallahassee You were with your wife and by the way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her She's going through her treatments Yes Sean I mean when people try to say that that's a vacation I think anyone that's gone through those treatments would not agree that chemotherapy is a vacation and so my wife has had to go through that I've accompanied to all those treatments trying to be a supportive husband and so that's what we were doing on the one day where I didn't have anything on my public calendar because it is a private matter but if people are going to lie we're going to fight back and I can tell you when you have people like that congresswoman who rip Florida because we're open who say you need lockdown policies and then the first chance they get they come running down to my state If I had a dollar for every lockdown politician that's done that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I'd be awfully wealthy right now 对 她的老婆得了癌症 她去陪她的老婆做化疗了 同时她还照顾着她的三个小孩 最小的一个才一岁 这种行为是要被左派指责的 是要被重骂的 学校也要放弃评分 因为会伤害到学习不好的小孩 投票不能够看ID 因为这一切都不公平 一切的标准都已经没有了标准 爱没有标准 公平没有标准 包容没有标准 秩序没有标准 所有的标准都是假的 都可以随时随着人的想法改变的 AOC天天骂佛州 结果自己也很享受佛州的环境 跑来这里度假 像AOC一样的人 在生活中也是大有人在 他们放弃了在本国的房子工作 带着孩子千辛万苦的跑到美国 落地马上办政治庇护 拿着白卡 拿着食品券 把孩子塞进公立学校 然后天天骂美国 说比不上原来的国家好 那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多 跑到美国来呢 为什么宁可要说谎 也要办一个政治庇护留在这里呢 我们不再需要任何的受害者心态 来支撑我们的观点跟想法 我们要做的是摆脱掉这些捆绑多年的束缚和瑕置 珍惜在这里生活的机会 因为在这里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自由的去教会 自由的谈论我们的信仰 尽我们的能力去尽可量的帮助我们可以帮的人 买艾迪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一直致力于帮助被拐卖 经历性虐待 被强迫劳动 卖淫 切除器官等遭遇的孩子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给他们做治疗 心理辅导 以及传福音 让耶稣来亲自的帮助他们 医治他们 买艾迪这家公司生产高端面膜 以及眼膜等护肤用品 全球独家采用神秘果提取的精华 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类型 来试一试这个面膜 让你的皮肤回到最好的状态 每一份面膜的纯利润 都会用来帮助这些孩子重建治疗 让他们可以像我们一样 回归到社会中过正常的生活 那其中的一部分呢 也会帮助到我们的事工 现在就登陆网站来选购 在这里 AI News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只要你购买面膜套组的话 就会送一套价值25美元的眼膜一盒 那么要怎么操作呢 登陆网站买ID的live 把面膜套组收到购物车之后 再把眼膜也放到购物车里面 在结账的页面上 输入折扣码大写的AI News 打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眼膜的价格变成了零 这样就是成功了 你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一份眼膜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事工 欢迎来给我们买一杯咖啡 也欢迎你来点赞关注 评论我们的频道和我们的视频 那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8岁至13岁青少年 加入为期18次的集训 训练地点于 Boys and Girls Clubs of Pasadena 查询详情 请恰 626-286-26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